你拉我幹嘛 就在KTV大門口 男子與員警發生激烈拉扯 嘴裡還不斷爆出口 都被員警壓制在地了 男子的情緒還是很激動 完全不願配合 警方只好將他上銬 槍心帶回警局 凌晨三點多 兩方人馬在僅每一間KTV歡唱 卻一言不合發聲口角 雙方各自回包廂叫人 隨後就在走道上展開大亂鬥 兩幫人像是殺紅了眼 瘋狂推擠拉扯 出拳戶毆教訓對方 警方到場後 雙方氣焰還是很囂張 隔著員警不斷嗆瞎 不願意乖乖罷休 警方派出快打部隊 才將場面控制住 只是這群姿勢分子 在KTV吵得還不夠 被帶回警局後 雙方聚集在大廳 繼續相互標罵 一名男子還對著值班員警嗆瞎 態度十分囂張 原來兩方人馬先前就認識 深夜狹路相逢 起口叫爆發亂鬥 過程中還有人拿出刀蟹猛砍 一名三十五歲的黃姓男子 就被砍到杜破長流 趕緊送醫急救 最後警方帶回六名鬧事九克 依傷害罪及設違法送辦 飲酒歡唱變成流血衝突收場 記者張道永 陳玉璇台北報導